这个视频我来带你利用动量定理 求解较为复杂的类的充量或动量变化量问题 先看个例子 质量为M的物体以初速度V0做平泡运动 经过时间梯 下落的高度为H 末速度大小为V 在这段时间内 该物体的动量变化量大小可以如何表示呢 先看A选项 MV-MV0 这看着就是动量变化量啊 但是慢着 这个物体发生的是曲线运动 计算它的动量变化 必须用矢量计算 直接相减是不对的 那动量变化究竟是多少呢 看矢量参角形 平泡运动 墨速的水平分量跟初速相同 所以这里是直角 那这就可以用狗股定理来算了 比较一下 B选项正确 还没完 刚好里面这东西 看着跟动能变化比较像 而动能变化就等于重力做工 所以刚好里这东西就等于RGH 原来动量变化量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跟C选项是一样的 最后看第一选项 它看上去是重力乘时间 这就是重力的冲量 根据动量定理 它也等于动量的变化量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题选BCD 可以看到 求解动量变化量时 除了直接使用矢量计算 还可以用动量定理 通过冲量来间接求解 这种间接的方法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将一个轻弹簧悬挂在天花板上 下端和物体A相连 物体A下面用细线连接物体B A和B的质量分别为大M和小M 此时将细线剪断 B会做自由落体运动 同时A会在数字方向做往复运动 一段时间后 B的速度为小V A的速度为大V 方向向下 求该过程中弹簧的冲量 这个运动中 弹簧的弹力是变力 直接用FT来求冲量就行不通了 不过用动量动力就很轻松了 跟我做 以向下为正方向 考虑A 它的出动量是零 没动量是大M大V 这俩动量的差 就是总的冲量 注意物体A可不止受到弹簧的弹力 还受到重力 重力的冲量 可以用A的重力乘上时间则当 这个时间T是多少呢 从A层上看不出来 不过它跟B运动的时间 是一样的 而B做自由落体运动 莫速是小V 它等于GT 于是T就是小V比G了 带入到前面的式子里 弹力的冲量就可以求出来了 化解一下 最后结果还挺简单的 以上就是用动量定理 求力的冲量 或动量变化量的问题 求解释要注意 动量变化 必须用矢量计算 力的冲量 必须考虑全面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的话 就快去刷个题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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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